你好,大家好,我是可可,今天装备齐全,看看今天怎么样吧,太黑了就不多说了,待会再说 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们这附近有一个送外卖的,基本上我们俩基本上几乎都是同时出门 现在送外卖的都这么早出门呢,借着前面这个车的尾灯可以聊两句,这灯太亮了 看这灯多亮,你说灭了呢 六点了 这两天的单子感觉跟不上节奏 接一单得等半天,接一单得等半天 水都喝一瓶了,单还没接两单呢 水喝多了也不好呀,还得去厕所 现在是9点49,我在西二旗这边,这一单派的真的太好了这一单,直接到家 真好,接人了,结束了,休息了,回家了,还不错 今天到300块钱了,这300块钱跑的真的太不容易了,很费劲 今天能跑300块钱,我挺意外的,因为今天早上出门以后,觉得也不是派单也不是太好 出门以后一直也是接不着单,但是没有回家,不能天天回家呀 今天就坚持下来了,然后后边最后这两单派的还可以 两单跑了100多,主要就是这两单出力了 今天接的有一位女乘客,她上车以后她就问我的车是租的还是自己的 我说是自己的,她跟我说她要辞职 辞职还是辞职 我这个平声音,跳声音分不清,反正就那个意思啊 辞职,说不出来了都 她要辞职跑滴滴,问我就是什么情况 然后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她也不打算上班了 后来我直接跟她说了一句话 我说北京现在不让注册了 她直接就死心了 其实我说的是实话,现在真的不让注册了 因为有好多人,好多网友也发私信问过我这个问题 确实不让注册了,不是说我怕你们抢生意什么的 我不怕你们抢生意,因为我也确实也是为你们好 别你们到时候买了车或者是租了车以后租车去了租车不上 到时候弄的还挺尴尬的是不是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了,我先回去了 明天见见,拜拜 好到了 红条 好了,我在 disse里面